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十佳 我们家里的水管出现了水锤噪音,非常的烦人 那么如何快速的查找到水锤噪音发生的方过影呢? 合理的查找的步骤是什么呢? 找到以后如何快速DIY解决呢? 这正是今天我要回答的问题 这张图告诉我们水锤效应是如何产生的 但一个正常开启的水管法门突然的关闭 水会在密闭水管内产生很强的压力波 如右图所示这样 峰值压力可以高达正常水压的七到八倍 压力波是水管强烈的震动 那么水锤噪音就是水和水管之间碰撞摩擦产生的声音吗? 显然不是 水锤噪音是震动的水管 与水管外表面的构体 接触以后摩擦碰撞产生的声音 那么第一步就是查找水管的固定件 这张图是悬挂水管的示意图 使用了非常的普遍 调环与水管表面密切的接触 当水管整动的时候 很可能产生摩擦噪音 现在看到的这张图的左图 就是铜管吊在金属的吊钩上 右图是铜管通过管夹固定在墙上 显然这里金属的夹子 与铜管表面直接的接触 这三张图告诉我们 金属管夹与水管之间应该有防整垫 这是标准的解决办法 对于老旧的房屋而言 通常防整垫老化了 甚至脱落了 不再起作用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老房子 更容易有水锤噪音的主要原因 解决的办法是加装新的防整垫磁 这张图显示了几种常用的金属固定件 包括固定环、管枯以及固定架 我们检查老房子的固定件时 要留心是否安装了防整垫 另外方面 在我们的家里 像这样的水管 藏在墙内或者穿墙二锅的情况 非常的普遍 当水管枕动的时候 很可能闯进到旁边的墙体 如砖块、水泥块、钢板、木头等等 这也就是墙内会有噪音以及漏水的最主要原因 不管是钢管、铜管还是塑料管 强烈的震动都很容易产生噪音 那么如何解决呢 这三张图列举了工程中常用的防整措施 也就是在水管外面加装一个套管 套管与水管之间装防整垫 这样防震也防止水管的热装冷缩产生的移动 我相信新房内的水管都加装了这样的套管和防整垫 对老房子而言 主要问题是防整垫容易老化 变形不起作用了 造成水管与套管撞击 从而产生噪音 另外外套管通常固定在墙体里面 很容易从墙体内脱落下来 这时我们必须重新修复墙体 并且装上套管 以上只是我们查找水垂噪音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检查水压是否正常 过高的水压很容易产生水垂噪音 并且造成水管破坏漏水 我们先要找到减压法的位置 这张图显示了四种常用的减压法 左边两种最简单 第三种自带水压表很方便 第四种有滤网还有维修的旁通口很实用 减压法一般安装在外墙边 地下室或者进水总罚的旁边 找到检验法以后可以测试水压是否正常 要查看压力表 如果没有压力表 我们可以买一个新的像图上 这样的使用器非常方便 家庭水压的标准值是350kPa或者50psi 正常范围是200-550kPa或者30-80psi 如果水压太高 可以通过减压法调节到标准的压力范围以内 第三步是检查法门是否产生了噪音 指挥法也称单下法 动作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噪音 如果确认有指挥法噪音 可以更换成新型的在防证功能的法门 还有一种法门就是电磁法 很容易产生水垂噪音 原因是瞬间关闭造成的 我们家里洗衣剂或洗碗剂 都在进水端装用这样的电磁法 解决电磁法水垂噪音的办法 是安装水垂吸收器 图上显示了两种水垂吸收器 关于水垂吸收器的安装方法 我在前期视频当中已经做过介绍 在下面有视频的连接 欢迎大家参考或观看 关于水垂噪音的其他问题以及简约办法 我会在后续视频当中进一步做介绍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